前不久,福建省张州市东山县渔船闽东渔62206在海上作业时,发现远处有四个漂浮的黑点。 船长组织船员开展救援,经过一个多小时救起了四名台湾科研机构潜水作业人员。 据了解,该四名落水人员为台湾人,搭乘游艇在澎湖潜水进行科研作业,因为受潮流影响与母船失去联系,已经在海上漂流了6至7个小时。 船长通过其在台湾的朋友向台湾海巡署报告,台湾海巡署于当天傍晚将四人接回。 救助完该四名台湾人员后,闽东渔62206船在海上进行自我隔离,目前没有船员发生发烧、咳嗽等症状,待隔离满14天后,渔船再行进港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